歌都回来了 歌王全都回来了 好家伙 那些看似遥遥无期的新番啊 居然通通定当7月 而元龙少年歌行这些高峰续作也终于回归了 那么按照惯例 今天继续按照更新时间 来和大家看看2021年7月的国创新番 都有些审码啊 如果大家看到喜欢的动画 请在弹幕发一 我会作为出视频前的参考 感谢各位 美影大乐园 7月1日 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 一部面向孩子们的动画 故事讲述一座没有正邪之风的小岛上 居住着一群拥有传奇过去的小市民 看PV也能明白啊 都是上面作品中的人物 比较适合有小仔的小伙伴看啊 大家懂的 元龙第二季 7月3号 请大家先把上头打在公屏上 改编自同名小说作品 故事紧接上集 王胜穿越千决地 来到吴忧城与高摇团聚 并在此开启了一波新的斗争啊 如果没有看过第一季的小伙伴 我简单概括一下 就是有一位特种兵王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穿越到了一阶 而且他是带着武器装备来的 懂了吧兄弟们 大人实在变了啊 不过枪械科技啊 在原著也只是前中期 后期又回到了彻底的玄幻 当时第一季一播出 我得鬼鬼 瞬间爆炸 大家都没想到 看似平平无奇的元龙 居然成为了一匹黑马 原作小说爽得很单纯 我也算半个书粉嘛 要是书荒可以去看看 是一部呵呵的小说啊 而动画第一季改编得很到位 首先是严格贯彻了爽 爽就完事了 不跟你讲什么苦大深仇啊 也不跟你整虚的 什么虐男主都是不存在的 其次是叙事丝毫不拖沓 故事虽然老他的亚皮 但玩出了新的花样 制作方在度的把握非常到位 整体基调轻松愉快 但也埋了不少暗线 动画原创的角色 送命于高摇 可以说不光填充了动画剧情 还吸引了一众高摇的爱好者 元龙第一季播出的时候 十个二创九个高摇 简直就离谱 当然瑕疵还是有的 第一季的结尾略显平淡 画面特效也一般 不过制作经费在这摆着呢 而且第二季的画面 渲染倒是好了很多 希望故事能保持住水准 总体来说 元龙是爽蒙改编界的圣女集 反正按第一步的水平 点个追翻啊没什么毛病 非常适合你在掐饭的时候下饭 或者休闲放松的时候观看 届时我也会为大家 出新翻点评或搞笑吐槽的 7月3日 我们元龙主夜不见不散 元神浩劫 7月5日 大概讲述啊 就是科技发展太快了 人工智能有了自己的意识 成为了神一般的存在 资本家不甘于臣服神 所以用人类做饰演 企图获得神的力量 与人工智能抗衡或共存的故事 这个PVA透露着一股贫穷 好像是原创动态漫 所以也正常 点个追翻先观望一下吧 要是剧情到位的话 也没啥毛病 搜悬录之 成林记 7月6日 这是一部今年 极有可能靠着剧情出圈的动画 故事讲述 在一块由天子帝氏 统领的灵州大陆上 等第九代天子继位 诸侯早已升起了不成之心 各国明争暗斗 黑道随伤 趁机作乱 一场苍生大劫 拉开帷幕 而几位鹰侠 却以未知宿命 踏入了这场乱世 看完故事简介 这可能是一部 较为严肃的古风奇幻剧 导演韩古生 大家不陌生吗 有太乙先魔路在前 相信成林记的剧情 还是没问题的 当然从PVA来看 画面渲染 还有建模都比较贫穷 就连最初的PVA 都没有找专业团队来建 所以可想而知 大家懂的 毕竟钱都拿来做剧情了 也希望能够让我们看到一部 靠着剧情起飞的动画吧 我个人是比较期待的 至于是黑罗还是黑马呢 那就7月6日 进行分享 洪荒7月13 又说到洪荒了 不过这次可是真的定档了 终于呀 鬼鬼 说真的 19年就说要发布了 这个发布的独条 数十六点九 都三年了 你知道这三年 我是怎么过来的 还开玩笑啊 故事讲述 在末日废土分的洪荒大陆 主角拳九是一位标师 他想离家出走 自立门户 听闻最猛的凌云标局 将会经过一片峡谷 于是男主拳九和好兄弟 就想去看看大标局的风采 结果却遇到了 机器人截标 凌云标队 他们就卷入了一场纷争 拳九也由此展开 在洪荒大陆的冒险故事 OK啊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划分 剧情应该是那种 王道热血类 而且争气朋克 末日废土 看起来很新颖 也很有趣啊 各位大佬别忘记点追翻啊 可以期待一波 等7月13播出之后 我也会出气解读 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啦啦啦Coco第二季 7月14日 中日合拍动画 主角Coco的形象 是由Hello Kitty的原创设计师 清水柚子老师创作 讲述热爱时尚的Coco 在爱拉小镇和伙伴 展开了多姿多彩的时尚故事 比较适合带小仔观看 定海浮生录 7月15日 改编自《非天燕祥》的小说作品 这是和《天保福耀路》 是同一位作者啊 同样是大美文 讲述世间 最后一位驱魔师陈欣 与护法五神像树 携手并肩 招勋万法规计真相 重建驱魔师总署 以对抗天魔 哎 看起来是不是很眼熟啊 其实定海是天保的前传 但你先上哪个都没关系 没啥影响 当时我看完第一个PV 我就直接追翻了 打斗属是牛逼啊 但故事也很重要 希望特效打斗牛逼的同时 也把剧情监控好 总之非常期待 别忘记点追翻 百妖谱第二季 7月18日 没啥好说的 第一季画面蛮不错 挺有那味的 就是故事节奏啊 有点问题 叙事不够流畅 不是全篇啊 只是部分内容 所以总体给人的观感 如同过山车 气氛渲染挺好 有些段落啊 确实能看到心理 第二季就点个追翻 鼓励一波吧 希望制作方能改善一下 第一季的不足 也希望百妖谱 能够越来越好 黑白无双 第三季 7月19日 动画改编自漫画 黑白无常 第一季讲述 在地府最小的 黑白无双的 热血搞笑故事 强烈推荐 堪称巅峰的第十集 至于第二季 我就不多说了 其实前两季的剧情 我已经忘了差不多了 间隔实在太久了 但多的也不说吧 间银弹幕 将爷清回 打在公屏上 如今沉定了这么些年啊 相信第三季的剧情 娃子能够把握得住 现在点拨追翻 等7月19 我们一起找回青春 猫林相册 7月23 由凹都世界的制作公司 七创社之作 讲述一座岛屿 生活着人类和一群猫蛋 猫蛋又会化为猫林 融入人类的生活 是一部温馨搞笑的日常故事啊 看人设蛮可爱的 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点个追翻啊 肥治百科 最新的植物篇章 定档7月24 简单来说 就是一部动起来的百科全书 看着可爱的划分就懂了 用逗逼搞笑的方式 为我们科普各种知识 很适合下饭的时候观看 少年歌行 风华雪月片 7月28 改编字 同名小说 风华雪月片 讲述萧瑟 雷乌杰 来到雪月城后 司空长风 强行受了萧瑟为图 雷乌杰也与李寒一姐弟相认 一场皇子间的争斗 在雷家宝的英雄宴上 正式展开 第一季 某班评分8.7 这是什么概念啊 对一部国产动画来说 这个评分已经代表了很多了 制作上非常精良 绝对值得你点个追翻 当然啊 我个人希望 你主角的戏份可以多一些 不过话说 怎么7月订单的 我们继续 爷亲回 咸鱼哥 7月29日 沙雕中的沙雕动画 看起来是很无厘头的那种 搞笑日常翻 讲述一条名为咸鱼哥的咸鱼 在岛上四处打工 结识了这里奇怪的居民 与他们成为朋友的故事 画分我个人非常喜欢 感觉也是一匹7月的黑马 建议直接追翻 三三的生活果然有问题 7月29 这是第二季了 第一季叫三三的恶多剧厨房 是一部非常可爱的动画 就是时常 要说泡面翻 那都不至于 你可能刚把泡面拆开 一集就结束了 一集也就一分多钟 时长很短 但诚意不短 值得追翻 残次品 7月30日 终于订单了 我发觉科幻动画 订单比登天还难 之前我每次前排导师 都有残次品的身影 看来这是最后一次了 制作方曾是做过 大米核心的海岸线 现在换成了制作过 万国志的灵溪文化 故事背景在未来世界 人类建立了伊甸园系统 接入系统的人 从出生起 就不会有任何痛苦和烦恼 但是仍有1%的人类 无法接入系统 这些无法接入系统的人 就被放逐到了第八星系 成为了人们口中的残次品 科幻国创实属不易 点拨追翻 来看看变了三年的残次品 到底如何 9981 7月31 2016年拜年纪 9981的动画画 好家伙 2019年就发布了第一支PV 如今这个有生之年 终于定当了 故事背景是以西游记为题材 讲述主角碧寒 为了找到宝气鸿蒙 环世杰安宁 背负使命 踏上真诚的故事 看起来很不错 PV的人设也很讨喜 希望能把西游题材 玩出新的花样 OK 以上内容就是我的 2021年7月国创新版导师了 大家喜欢哪些 请在弹幕或评论区告诉我 届时我也会为各位小伙伴 出视频的 适合解析的就做解析 适合排雷点评的就点评 7月高峰续作这么多啊 希望有新作能够脱颖而出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知作不易 这次一定 如果没点关注的 就点个关注吧 UP主求求了 我是新人UP主坦哥 我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